今天我要给大家整的 是一部渣男婚后出轨 妻子为了挽回这段婚姻 竟然利用美食把她弄死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大摇 假如在未来的某一天 你遇到了相同的事情 你会怎么办呢? 下面咱们就一起回到香港 瞅一瞅这部 集合众多题材于一身的电影 《双十记》 佳桥是一家公司的CEO 虽然平日里工作繁忙 但她还是忙里偷闲 没啥事就和女朋友口口约会 饮食上她更是一个专业的吃货 虽然俩人相处的时间不长 但感情却非常好 狗粮是一拨接着一拨 也不想磕着 这天他们回家的时候 旁边突然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佳桥来不及细看 就带着抠抠离开了 对于抠抠来说 佳桥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大令 因为她有时会天天出现 有时好几个月都不见人影 这让她不知不觉的 想起了四个月以前 那时俩人刚认识不久 没有一点点防备 也没有一丝顾虑 突然就出现在她的身边 带给她惊喜 没过多久 佳桥带着她来到了一处新房子 这是她送给抠抠的一份礼物 虽然在物质上得到了满足 但抠抠还是会 因为佳桥的突然离开 感到患得患失 警察和朋友在一起喝酒 一杯敬明天 一杯敬过往 守着她的善良 催着她成长 等到了晚上 佳桥又突然出现在了她的身边 这种感觉让抠抠十分窝火 话虽这么说 但像她这样的女人 根本不会供心计 第二天一找 就起来欠欠的给人家做早饭 一碗简单的煮方便面 她忙活了一早饭 等到佳桥吃饭的时候 她的电话突然响了 是一个叫燕子的人 咱也不知道这面是咋煮的 反正给佳桥吃上了 这碗是人吃的吗 把方便面倒了一地 转身就走了 给抠抠气的无无苦 这饭做的太憋气了 她是一边插地一边哭 这时门外传来了一个声音 抠抠出去后 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女人 完了这个女的就跟她说 自己在等1308的人 抠抠听完没跟她俩搭话 回来正准没关门 没想到她把门拽住了 说要到屋里暖和一会儿 看到这儿 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一个陌生的女人 进屋就给你擦地 再配上这个直勾勾的小眼神 你觉得正常吗 难不成她是一个保姆 经过他们唠嗑才知道 这个女人叫顾小凡 自称是电台的美食主播 知道抠抠他们的事情后 就给她整了一盆心灵鸡汤 套用了那句老话 要想拽住男人的心 首先得拽住他的胃 抠抠一听 那我也不会做饭呢 顾小凡说 那没事 大姐给你安排 就这么的 抠抠开始跟她学习厨艺 到了第二天 家乔过来接她下班 抠抠还在故作矜持 但她始终还是装不过三秒 这小情让你拿的也没谁了 到家后 抠抠开始准备今天的晚餐 她按照顾小凡的指示 把食材都准备好 开始做菜 起锅烧油 葱花香菜乱七八糟在稿里头 五五扎扎的一顿忙活 终于是做好了 家乔吃的非常满足 差点没把锅吃了 随后俩人共同演奏了 生命和谐交响曲 这时家乔的电话又响了 还是厌的 隔天抠抠找到了顾小凡 昨晚的效果相当不错 俩人的关系越出越好 顾小凡这时又拿出了一本食谱 他告诉抠抠 以后就按照这个食谱做就行 晚上回到家 抠抠开始做第二道菜 可家乔还没回来 电话也关机了 抠抠等着等着就睡着了 等他再睁眼睛的时候 家乔正在吃他做的菜 那叫一个香 到了夜里 效果非常明显 家乔浑身冒汗 直接就玩毒子了 到了第三天 顾小凡直接准备好吃菜 交到了抠抠的手里 家乔边吃边夸 这玩意太好吃了 吃完俩人就去打网球 这一打出事了 家乔直接跪在了地上 浑身疼痛难忍 直到喝下一杯水后 才有所好转 第四天 抠抠跟小凡来到了市场 今天要做的是一条大年鱼 家乔回来后 抠抠下楼接他 这时小凡已经把菜做好 等着他们回来吃饭 可抠抠回来后 却发现小凡已经走了 这个女人越来越神秘 她究竟是何方神圣 咱们接着往下看 吃完饭 抠抠手是桌子 家乔这把烤箱搬到了厨房 在这个过程中 他突然就摔倒了 还说自己的胸口疼 于是他们来到医院 做全身检查 通过仪器检测 医生啥也没发现 身上的各种器官都没毛病 那咱就来点药膳补一补吧 正好食补上 有一个中药滋补汤 家乔在喝的时候 发现这汤不太对劲 随后他就发现 自己深深的毛发开始往下掉 不仅是眉毛 头发也是一把一把的掉 于是俩人再次来到了医院 医生一瞅 你这皮下毛囊大面积坏死 而且速度还挺快 你得赶紧治啊 发油甚省 某些方面你得控制控制 说完给他开了瓶维锡 查了一圈也没发现什么毛病 扣扣继续给家乔做美食 最后一道菜是爆炒天罗 据说补肾效果特别好 过了没几天 家乔又来看中医 大夫一大麦就明白了 你这是盛亏 咋的不行事的啊 家乔听完 不能啊 我这盛杠杠的 完了又针灸又八卦 也没整明白 在回去的路上 家乔终于积养了 一天就TM知道吃 你给我吃的都是啥玩意儿 给口口整的还挺无辜 接着他找到了顾小凡 小凡还是像过去一样的安慰他 又给他拿了很多的吃的 这让口口很感动 于是他便想去小凡家串门 顾小凡告诉他 别着急 早晚会再见面的 口口出来后 来到了一家书店 他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秘密 然而里面的照片 根本就不是之前的女人 接着他来到了1308房间 但怎么敲都没有人开 他把电话打给了乌叶 乌叶却告诉他 1308根本没人住 那么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 下面咱们揭开谜底 原来这个女人是家乔的媳妇 这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家乔准备了一份礼物 但顾小凡看着不是太高兴 因为他想起了他们刚结婚的时候 他问家乔 还记不记得六年前跟他说过的话 家乔告诉他 那能不记得吗 我爱你 这一辈子就只爱你一个人 对不说完就出门了 等他来到公司 还没走几步突然晕倒 随后被送往了医院 另一边扣扣正在调查事情的真相 他在网上找到了一个视频 原来这个女人一直都在骗的 他根本就不叫顾小凡 而家乔这会儿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因为服用了大量的维席 还吃了很多虾 这两种食物在他体内形成了披霜 但更严重的是 他吃了很多不该吃的东西 导致他慢性中毒 医生这会儿给他来了一杯 关于食物的科普 究竟什么是相生相克 你知道吗 当然这个事他再清楚不过了 他推着家乔来到了码头 或许此时咱们应该管他叫燕子了 当家乔在翻云覆雨的另一边 燕子却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但家乔此时还不知道是咋回事 燕子跟他说 我已经知道你那点破事了 接下来的日子 我会给你调养的板板正正 完了就开始给他灌药 这块不由让我想起了五大郎 但两者的概念完全不同 另一边 口口为了查出燕子的真实身份 再次约上了他 他在燕子回家的时候 偷摸在后面干上了 但不巧的是 燕子心思极为缜密 很快在后视镜发现了不对劲 等口口上了头 发现了一个5203的房间 他正要推门 燕子这表情真给我吓了一跳 是不是有点太丧了 随后他告诉了口口 家乔食物中毒的真正原因 因为家乔在两地传说 吃着口口做的菜 喝着燕子做的汤 这些食物相生相克 随我不容 第一天 口口做了羊排 燕子做了莲子羹 先让家乔上元气 第二天 口口做了香薯脑花 燕子做了乌鸡汤 这些会伤他的肾 以此类推 从内障到攻心 燕子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同时这些话 被房间的家乔听见了 他连大气都没敢喘 口口听他说完 你是不是太恶毒了 你咋能这么对家乔呢 燕子告诉他 谁让他劈腿的 一个男人 怎么能吃两家饭呢 我这么对他是有原因的 那会儿燕子刚刚怀孕 在一天下午 他挺着大肚子出来买菜 突然在岔路口 看到了家乔俩人 我很纳闷 眼神咋就这么好使 为了看得更仔细 他不知不觉的走了过去 不料直接让车堆倒了 故事一开始 那场交通事故的受害者 正是燕子 但家乔却开车 领着口口嘚瑟去了 正因为这场事故 他们的孩子没了 燕子再也不能生宝宝 口口在临走时 还看了家乔最后一眼 燕子告诉他 你赶紧走吧 以后别再纠缠他了 要不所有的证据 都能证明家乔是你害的 得知真相的家乔 在那儿坑着坑着老憋屈了 求你此时的心理阴影面积 我本以为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但燕子远远比想象中的还要可怕 口口回去后 一顿小啤酒 把自己喝得不省人事 到医院一检查才知道 自己已经怀孕了 他隔天约上了燕子 做最后得了结 把房子的钥匙交给了他 从此他们互不相见 但在这期间 燕子发现他怀孕了 真不愧是富展科的老司机 另一边 家乔已经被折磨疯了 他此时所表达的 正是一个长期不让下楼 被软禁在屋里的生活状态 等燕子回来后 他想搞一把突袭 关键你得有那实力 就他此时的塑料体格子 让燕子一顿电棍就干梦圈了 等家乔醒来后 燕子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画面一转 口口收拾好行李 准备离开这个地方 这时他突然接到了家乔的电话 听他说完 口口再次来到了他家 但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突然一招 呼吸到闭合操作 直接把他干晕了 等口口醒来才知道 原来家乔和燕子达成了协议 只要他把口口骗过来 燕子就放了他 这根本就是个局 家乔一瞅 燕子你这么大个手 不能玩买他呀 俩人闹着闹着就急眼了 口口这时趁机往外跑 家乔赶紧阻止燕子 燕子一瞅 这咬子长劲了 就要拿电棍出溜他 而口口这门咋也整不开了 好不容易家乔把燕子按住了 万万没想到 口口竟然上来补刀 这一电棍直接把家乔堆倒了 你说你是不是有点虎 完了燕子起来后 就开始归弄他 让他把孩子生下就放得走 隔天燕子来到了公司 他宣布家乔有病战神 所有的事都交给董事会处理 随后他在家乔的办公室 发现了一个保险箱 回到家后 他用结婚纪念日的数字 打开了保险箱 家乔的所有秘密浮出了水面 里面是他和不同女人的合影 并且在背面都有标注 反正女人都是很现实的动物 到时候谁也不见谁的了 对吗 我从来没跟孔静打过恋爱 看到这儿 给这俩人气完了 燕子上来就给他一个大嘴巴巴 俩人共同为他做了一顿饭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 坐在一起吃饭 吃过了各种饭菜后 他给自己配了大量的围席 就此一命呜呼 混上了长期的饭片 之后网上出现了一条新闻 顾晓凡丈夫出轨后 食物中毒 顾晓凡也失足坠楼 疑似至啥 故事到这儿就完事了 这部电影首先告诉我们 东西不能瞎吃 其次 千万别得罪一个会做饭的女人 她们是非常爱穿牛角尖的 她可以忘了任何事情 但你对她说过的话 她会坚信不移 并且用她来考量你日后的行为 多的就不说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一下 咱们今天就整到这儿 喜欢看电影的朋友 欢迎转发评论加关注 我是大瑶 咱们下期再见